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自湖北武汉的一支社区代表队参加了上海的社区比赛 但是在这个社区比赛里面突然发现有八位职业棋手也在其中 大家既兴奋又有压力 为什么呢 因为能和职业棋手在一起从场竞技 这可以这样说 在一辈子之中作为爱好来说的话都很难有的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你和职业棋手下棋 这样的机会可能现在越来越多 但是和职业棋手在一起正规地进行比赛 这个情况是很少见 所以说大家很兴奋又很紧张 说老说都是梦寐以求都希望你越早和职业棋手碰上越好 为什么呢 因为担心自己水平不够 怕一旦前面失利 那可能就与这个梦想越来越远 所以说我们这位于尾坤选手很幸运地在第一轮碰上了职业棋手许正宇二段 并且呢 下了一盘比较满意的对局 当然呢 到最后我还要为大家讲一讲这盘棋的插曲 好 我们来先欣赏这盘棋的过程 越远坤紫黑 看到这里呢 还是知道这位选手呢 还是比较用心和用功的 下的都是最流行的下方 这个其实变形中国流 阿飞手脚 可以这样说是比较稳健的一种下方 黑棋也大飞 所以说黑棋这个大飞呢 当然呢 也不坏 但是呢 从整体来说的话呢 相对来说应该更积极一点 如果这个棋呢 在这里 那么说呢 我们一定呢 诱导白棋往这里挂 这是我们的一个思路 大家可以看一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棋连猜疑的机会都没有给你 这棋一脱退之后啊 在这里 猜疑的机会都被给你 那么说 像这样的一种情况 如果走到这里来 你这个棋啊 你会在这里挂吗 这个棋只有是单纯破空的时候可以 但在布局阶段这个棋挂呢 就很少见 那么说呢 黑棋呢 就应该明白这个 变形中国流的特点 这个棋 黑棋应该果断的在这里拆边 为什么往这里拆边呢 因为如果你不走的话呢 白棋啊 很简明的往这里拆 就打散了这个局面 或者往这里拆 就打散这个局面 这未来还有个尖冲 那么说呢 走成这样的一个 走成这样的一种下方 这个棋的含义呢 是在这里 要得在这里 你敢挂进来 我现在飞 那么说你直接的 就走成了什么呢 就走成了一个 估棋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盘棋啊 我们来看这番棋的时候 看是很简单 但其实呢 含义很深刻 残残的几步棋 或者一个变形的一种下方 它包含着什么道理 它怎么样让它的优势最大化 怎么样让对方进入自己的步调 这个都是点点几步棋去理解的一个过程 这是很有趣的 现在呢 白棋三连星 看似无可非议 但是呢 这个棋呢 又无形中给黑棋啊 一个机会 黑棋现在很简单的挂了一手脚之后呢 这棋往这里拖 大家可以看到 拖这部棋呢 怎么看都不是一部好棋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个时候过早的在对方空击行期 说明自己呢 内心的那种信心不足 总担心对方啊 在这里见到这里来 这个阵势很大 其实呢 并不是 这棋啊 黑棋必须应该往这里 拖棋 它如果往这里走 这棋循循渐进的下方很多很多 你比方说我给大家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 黑棋往这振过来 这棋啊 白棋啊 这未来也有打入 光为二路空 二到三路线的空 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大 那么说呢 这棋黑棋的阵势越来越大 越来越膨胀 老右 白棋进入 最后控制全局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一个棋理的一个表现 实在呢 这棋拖到这里来 这部棋啊 明显感觉到 我们的余卫坤这位选手呢 跟职业棋手下 既兴奋又紧张 总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 但是呢 有的时候往往呢 心里要稳定 这个过程呢 很重要 你一个 飞 这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下方 飞一步 白棋飞 这棋呢 先手 破掉 但是呢 在这个局面下面呢 我觉得 作为 黑棋来说 白棋来说 还有更好的一种下方 这棋呢 我建议这个棋 应该是往这里 搬 搬这一种 才是现在最好 当时实战那个班呢 被黑棋呢 先手打散局面 或者就像后手打散局面 都是可行的 这个棋啊 如果你退 它立下去 你飞 我肩住 你再往这里 肩 肩到这里来 那么这样的白棋 可以走最流行的一种下方 不给你任何借用 然后再往这里跳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棋 白棋一下就广 局面一架就打散 而且呢 这里很有可能变为失控 这棋的相互 噪音是很不错的 未来这个棋呢 还有 还有靠段 还有靠段这里 那么说呢 黑棋呢 就会变一个花样出来 变一个什么呢 翻这 然后呢 打吃 粘住 你一拐 我退 当你飞到这里来的时候呢 这大家也可以看到 如果我一挤 挤完了之后呢 然后再往这里点 这对你的攻击力是很强烈的 这对你的攻击力是很强的 这对你的攻击力是很强的 飞到这里呢 黑旗拖鲜 连强 就达到了自己快速 捞空的一个目的性 当然这个从全球来说 白旗也不满 为什么呢 因为白旗别看目数少 但是呢 它很坚实 现在这个时候呢 许正宇二段呢 我不是很熟悉 也是可以这样说 也是近年来 身段了这个 听说是在读书 以读书为主 可能在这个专业方面 这一块的追求呢 可能现在呢 没有花那么多时间 所以说呢 从棋的棋力这一块来说的话呢 可能也有所下降 但是呢 整体来说的话呢 我能看这盘棋呢 也能感觉到它的一种心态 为什么呢 也有一定的压力 为什么呢 因为跟烈鱼爱好者去下棋呢 一般是不能输 输了 那就面子就很大了 对吧 所以说在这种压力下面呢 下的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凶 现在呢 它碰到这里了 这步棋呢 无论如何呢 我是不能完全赞成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 咱们呢 主要是以破空为主 所以说呢 这两步棋啊 是必难的 跳到这里来 这种黑棋呢 它是不可能一手棋往这儿下 也不能往这儿跳 所以说呢 它更多的可能性是往这儿跳 这一手棋还没 还没破到 然后呢 白棋再往这里拖 或者点三三 这个下法呢 就是白棋最快打散 打散局面的一种下法 你如果你往这里挡的话呢 白棋如果把这一走 大家可以看到 我说的这个现象 已经实际上已经成 成为一种必然了 补助 如果它没有很好的劫柴 它就不敢打劫 它如果走这 那么就更简单了 那这时候呢 你就往这尖冲 或者打入 如果它要是能打到这里来 也不怕 搞成这样你就粘住 它势必应该这样 这样打吃 打吃到这儿来之后呢 这时候呢 白棋再往这儿肩冲 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下法 这棋很快速的 就把黑棋的势力范围 全部打散 打散掉了 如果黑棋挡住这里 要得失控的话呢 这个棋也很简单 它这个连班就可以得失控 那么说白棋往这一拆边之后呢 这以后未来还有个靠 这个棋呢 白棋也很快打上军队 也是应该白棋不错 实际上这个棋碰这一步棋呢 确确实是下得比较刚硬 把棋走出来之后呢 再立下去 当你吼的时候呢 这棋在跳 跳到这里了 这棋呢 其实并不是那么便宜 为什么呢 因为吃掉这两个子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棋啊 黑棋还有一个大飞 大飞生腿 所以从木树来说 白棋并不便宜 所以那么说 这两手飞到之后呢 这棋黑棋的棋形很完整 那么说反而白棋这个棋啊 从木树来说 这里得了一点 这里木树亏了一点 那这个时候 这个黑棋往这里飞呢 对这边也有保护 所以这个棋啊 有点得不偿失的味道 挂脚 在这个时候呢 黑棋下了第一步疑问手 当然这个疑问手 并没有导致它 最后崩盘 这走成这样的话呢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我梦寐以求 就是要让你这样挂 这个时候 必然应该是往这儿飞 飞起来 飞到这儿来之后呢 未来有可能逼住 但现在实战呢 它是往这尖一步棋 这个棋当时我们 我们没有看明白 这个下方 然后被白棋飞 大家可以看到 像这个棋啊 我挂到这里来 你现在突然往这里去手脚 这对自己的木树没有信心 就说明对自己的发展 没有信心 想捞空来抗衡 这个棋啊 违背棋理 不自然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这两个子 我违好了 被我挂脚之后 你肯定当然要迎头 攻击我 被对方一飞 这个棋明显 这个棋未来 这个棋也薄了 所以说这部棋 是一种心态所致的问题 其实飞到这里来呢 黑棋完全不差 甚至黑棋啊 还慢慢的会建立少许的优势 所以有的时候下棋呢 千万不要被吓死 有的时候不是自己水平的问题 贴一个 贴一个 挑 这样一个 其实搬到这儿来的时候呢 我当时就觉得啊 这个时候 其实还是有很多种下方 现在黑棋 白棋很强烈的冲出去 很强烈的冲到这儿了 当时 这个地方有没有 有没有很好的 别的下方呢 我当时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说这个时候啊 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 要么说呢 爬到这儿来之后呢 我觉得白棋可以考虑 单间一个 如果走到这儿来 这时候先靠 就靠一个是决先 让对方走到这儿 就断一手 然后再飞 飞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棋应该是白棋很简明 因为这里可以安定 这里呢 你攻不到它 这两边有飞压有跳 但是呢 实战这个棋呢 有点急了 扳 反扳 这时候又不愿意气掉 冲 双一个 走到这儿来之后呢 这个棋 可以去跳一手 在一棋跳的时候呢 不住 就把你这个棋逼住 然后再断掉 这棋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棋 在这个地方一连串的战斗呢 我们要从全局出发 当然首先第一个前提呢 是这个挂的时候呢 黑棋飞应该是不错 但尖到这里来 这个棋是明显矛盾 被对方飞到这儿 应该是明显白棋好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要从全局 我们看看最后 实战进程是怎么样一个 长这里来 飞 先手进行 其实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黑棋 已经下得很棒了 在唬住 而且很细腻 走成这样 请大家可以看一看 现在呢 白棋在这里 突然长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一十二 长了十二木棋 这里呢 大概有八到九木棋 这有 几二十木棋 现在呢 我们不能从局部去判断 从局部呢 现在是无法判断清楚 我们要从全局 那么说我们来看看这个棋 这棋有四五六 十六 十一四八十二 二十五 十二十四 三十二 四十二 五十二木棋 近六十木 黑棋呢 这大概 这应该有十 十到十五木棋的架子 这地方呢 有六木棋 一二三四五六 十二木 二十二 三十五六七八九 三十三十二 四十二 四十七木 然后这还有先手 所以说呢 现在这个棋呢 黑棋下的很棒啊 黑棋碰一个 这是一个技巧 如果你走这 咱们算了 我一退 你粘住 我先手拆了之后呢 咱们再把这一飞 这木树就一下就起来了 所以白棋 它肯定是不会这样 这么简单的 让你定型 翻到这儿来 粘住 因为你这个棋打完之后呢 那么说呢 黑棋往上面打 这里的木树有很多 所以说呢 它就往这里单粘了一手 黑棋粘住 挑一手 这个棋 为什么要这样下呢 因为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棋啊 搬 鱼越坤啊 这棋下的相当漂亮 搬到这里来之后呢 这又出现一个问题 当你往这儿下的时候呢 这一贴 是决先 也得打吃 当你往这儿 加的时候呢 这棋一粘 这就出棋了 你不能挖 你挖的时候 这一打吃 再往这儿一贴 或者一尖 这就死掉了 所以说呢 做白棋来之后呢 它只能跳一个 然后黑棋 飞一个 到了这个时候呢 咱们再来判断一下这个形式 现在这个棋呢 黑棋的木树暴增 10木 12340 1516 18 2221 22 28 28 29 32 35 40 7 10 16 56 这里往我没有算 你打路 还要攻击你 但是呢 如果飞到这里来 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我是说 有15木树的架子 没有说15木树的实控 如果飞到这儿来 有多少木呢 这里往有 1234567 890 1112 223 225 这一下暴增之25 这就很可怕了 所以现在这个棋呢 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走到这儿来 我当时很吃惊就是 这个棋应该是黑棋优势 黑棋优势啊 而且这个棋的处理呢 可以这样说 从业余五段 真的是下到了业余六段的水平 超损循发挥 现在呢 白棋点 点到这里来 四个硬手 这当然这是专业职业棋手 通常的一种下法 我当时说 我说这个棋为什么不能挡住呢 他说挡住啊 我很担心 他这样来 我说这样呢 可以飞死啊 他说我担心这样 后来走了两手呢 他其实也没有算清 如果你走这里呢 咱们不管补补棋啊 咱们在这里 这里先定个形作 把这一飞 这棋也不差 因为白棋啊 现在 实控呢 也就是 加天幕也有六十木棋 可以这里有二十五 三十五 四十五 说起来有五十 六十六 然后还有针先手 所以这个棋应该是很主动 但是呢 余六坤的下注更强的下方 他盯到这里来杀你 他什么都不走 他觉得这是死棋 你不能走这儿 你走这儿这一虎是死棋 这一退是死了 怎么样都死 所以说呢 现在这个棋呢 是考验他基本功的时候了 他应该单跳 看你怎么来吃掉它 冲 夹住 这棋我当时很纳闷 我说这个棋啊 其实要吃它很容易啊 就尖到这儿 不是也可以这个吗 尖到这儿 你走这儿 然后呢 咱们再往这儿拖一个 或者往这儿尖一个 这都可以 可以 它都很危险 它一般你可以藏 现在它冲 你挡住 然后它夹住 这个棋呢 你不能走这儿 你走这儿 它一退 你是死棋 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 这不要打吃 打吃是活棋 退 它护住 你挡住 它再立下去 这个棋呢 从局部来说 是一个死棋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棋卡到这儿来 你只有粘住 再往这儿搬住 你挡住 再点 就是死掉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棋 所以说呢 白棋往这里贴出去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先 分一个 我们当时来看的时候 我说这个棋啊 能一手棋连回去吗 为什么不靠呢 我们当时说 这时候要发出那个通缉令呢 要靠一个呀 它一手连不回去 而且呢 这地方破了多少木呢 也没关系 为什么呢 你只要能把这个增到 现在我们把木数算一算 这地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十一的 二十一二四五六六八九三十三十五木起 四十五五十五六十六十六 还有压缩白起 实际上呢 他觉得这个棋 飞到这儿也够了 长一手 这时候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走到这儿 他觉得这个棋形式不错 但是呢 你没有下出最狠的下法出来 其实你的优势在缩小 这当时他没有 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概念 而且呢 这时候也应该先冲一手 挡住之后呢 再挤住 现在挤的时候呢 把黑起贴 然后黑起再贴 补住 现在我们来看看黑起的收获 黑起不要飞了 黑起往这跨一个 你不能往这 往这里冲 往这冲呢 就有断 断到这里来 所以它是扳的 站住 长一个 这个棋最难解的就是判断形式 黑起车就又点了它一下 手 长一个 挡住 再跳 提掉 贴一个 然后下出一个小手巾 靠 靠到这儿来 这个其实确实是个小手巾 因为你不能扳 你扳的它一长 这双一个先手 所以你走这儿的时候 再一连扳 这棋呢 我说你还把职业选手下得这么难受 斩住再一跳 跳到这里来呢 这个时候呢 就形成了你破我也破的一个局面 虽然呢 它刚才实木器现在只能有三到四木器 但这里你也差七 现在我们可以仔细的判断要形式 如果我断到这里来 你就只能红 这是七八九十二十二五二十二十二十七 二八九三十三十四 四十四十五十六十一十八 四十八到四十九目器 五十三 接近六十目器 加贴目 六 七八九十四十二十四 四十五十六十七 四十八十九 二十一一二十四十五十七 二八九三十一三二 三十二这这这还差七 四十二十三四十五十六十一 四十八十九五十 这如果走到这有六十分 现在这个棋应该是很难解的一般棋 走到这来 挡住呢 我觉得细致来判断应该是黑棋要稍优 黑棋要稍优 不要打拔 但那个时候呢 可能它的时间用的是比较多 然后它打拔掉了 它就打拔掉 它可能当时呢 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棋会有优势意识 煎住 要猴一个 现在它拼着命呢 一点点的来吸 吸你 断 打吃 挑一个 走到这里来呢 这盘棋呢 我当时就形容它 我说这盘棋是一盘 无头的棋 为什么呢 这盘棋莫名其妙 走到这儿呢 最后没有下文了 等于是这盘棋呢 走到这儿就是 后面它可能记不住 所以说呢 就没有办法 把这盘棋 精彩 片段演绎出来 这盘棋呢 最后呢 是以 白棋 中盘获胜而告终 当时我看到这盘棋 我是反复的摆了很多遍 我说这个棋啊 我一直没有理解 怎么这个棋又输掉了呢 因为呢 因为这个棋要未来断的时候 这块棋还没有完全成活 断的时候没有成活 这棋我们来看一看啊 它如果走这儿 你这一尝 这棋是一个假双火 所以说呢 这个棋是不行 如果这里还有先手 还有成功的可能性 那么说呢 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下面 这个棋 你说这个棋就输掉了 我们这个 作为观众爱好者也好 我们都很难以置信的 那么说呢 这盘棋很可惜 可惜在哪里呢 可惜最后呢 我们稍稍地在最后 简单地回顾一下啊 这盘棋跟以往不一样 跟职业棋手下棋啊 为什么下到这个优势 你最后会翻盘呢 当时我 我们还专门来讨论了 这样的一个话题 这样的一个局面 我们稍稍地来回顾一下 现在走是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呢 这棋 当时走到这儿来 或者走到这儿来 肯定是没有 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说呢 这棋 其实就直接挡住 这棋形式就是很不错了 当时走到这儿来之后呢 就算不吃掉它 就算不吃掉它这个棋啊 这棋也是必然的应该靠住 靠到这儿来之后呢 我来跟大家简单地摆一摆 你如果走这里 这我马上一飞 你就死掉了 所以说呢 你只能往这尖 然后呢 这时候我再贴一步 贴到这里来 你这一手气连不回去 还要遭受到 遭受到我严厉的创击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是这样走的话 最后呢 最后在这里 骚扰一下 或者补到这里来 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好 今天白谱就摆到这儿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